想知道如何打造彈性生活的秘訣嗎 想要擁有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嗎 我是Will 一起大膽實驗 有效實踐 夢想實驗室 人生Will be good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聽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您收聽的是 Pub Radio 聯播網 北部台北流行廣播電台FM91.7 陶珠苗 好聽廣播電台FM90.7 那溫馨提示一下 下載Pub Radio官方App收聽節目 還可以跟主持人還有我們嘉賓一起互動喔 OK 歡迎所有的夥伴來到夢想實驗室 這個今天邀請到的是 好像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生對不對 哇 對對對 女神 而且一次就要到女神 真的是女神級別的 但是大家先冷靜一下 她有男朋友 而且男朋友非常非常帥 而且又有才華 所以先冷靜 OK 那另外我要特別提一下 其實這位女神呢 以前邀的可能都是我會講是我的榜樣 但這位女神她同時也會是我女兒們的榜樣 因為我的大女兒跟我講說 她以後只想在家耍廢 我問她有什麼志向的時候 然後呢 再來另外一個跟你一樣的共同點是 她也非常喜歡迪士尼公主系列 哇 就是全身書包到襪子全部都是 這個有錢圖 對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開心 也很榮幸邀請到寶妮 哈囉 哈囉 我是寶妮 哇 很好 妳的介紹就到 對 我是一個YouTuber這樣子 就除了YouTuber以外 沒有在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就是耍廢 耍廢到成為一個專業的耍廢的YouTuber這樣子 哇 聽起來非常的豐富精彩 我壓力很大 我想說 怎麼辦 我沒有什麼就可以就是 很值得參考的創業榜樣 或是一些什麼心血的那個歷程 可以跟你分享 我完全不用 妳就分享妳是如何成為寶妮 應該講 分享妳的世界觀 我覺得大家就會非常有收穫了 對 就像妳在做妳的頻道一樣 對啊 所以其實還是回歸到 寶妮真的是一個 她自己可能會覺得無趣 但是我們都覺得很有趣的人 那像大家從她的YouTube 也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想了解一下 愛寶妮當時創立這個 妳的YouTube頻道的想法是什麼 還有她的契機 就我以前是編輯出來的 就是新媒體編輯 然後我以前就是跑電影線的 算是記者嘛 對 然後我一直來就是 蠻喜歡做媒體這件事情的 但其實就編輯工作做久了 就是還蠻無趣的老實講 沒有 攻擊編輯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很無趣 那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五年後 十年後 我沒有想要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妳可以預見到好像 接下來自成 OK 所以我就覺得 好 那好 不是我未來想要成為的樣子 所以我就決定說 我就先辭職再說 因為我想說 我先冷靜一下 想想我未來要幹嘛好了 然後就直接辭職 我落辭 直接辭掉 落辭 對 然後就是辭職期間 我就想說 培養一下就是新技能 然後我就開始學怎麼剪片 那個時候在是2015 16年 那個時候其實 YouTube影音還不算是非常順行 那正要崛起那個時候 對 我就想說 那個時候學一下剪片好像還不錯 對於未來找工作什麼之類 應該是蠻加分的 然後我就開始剪影片 然後就是講的內容 也是跟我的工作本來就有關係 就是講電影這樣子 然後就做了大概三四支影片 都沒有什麼人看 就可能只有朋友十個人去看的那一種 對 然後終於到有一支是講那個 逃出絕命證的彩蛋解析 對 然後那支影片突然超級多人看 然後就訂閱好像從原來就十個朋友 然後就有一千人訂閱你 然後那時候是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真的耶 怎麼會原來只是我自己在自拍這個頻道 真的有陌生人來看我的影片這樣 然後就可能從那一刻開始就很多機會進來 就是有一些可能電影相關的媒體會邀告我 或是請我幫忙幫忙做影片 然後那時候還有加點擊拿棒 就也因為那樣看到我 然後就因此我再開始有萌生那種 好像可以靠進一支媒體 就是微生的一個想法 就我原來沒有想要當YouTuber 它是一個無心插流的結果 對 聽起來像是無心插流 可是真的是一連串的很帶種的行為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我那時候還年輕 那時候二十五六歲 我想說頂多休息一下再去找工作就有了 哇 真的耶 真的蠻 可是我相信現在有很多可能二十五六歲的年輕朋友 反而會覺得說 啊 我已經不是學生了 成熟一點點 有工作就很好 我是一個絕對不會委屈自己的人 我就不爽就會離職那一場 那我今天講話很小心 我怕你不爽你就直接離開 再見 兩邊不會啦 不會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覺得今天寶妮在一開始就給很多 相信我們的聽眾朋友 一個很棒的起點 就是一個想法 就其實首先是一定要去想一想 未來你想要變成什麼樣子 那其實我們很難去找到自己 到底想變成什麼樣子 可是寶妮很明確的表達 她至少知道不想跟現在一樣 好 那如果各位聽眾朋友 你也覺得說你不想跟現在一樣 那麼你有去做什麼樣的嘗試或改變 來讓你的明天或至少五年或四年或不一樣嗎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那另外一個很值得觀察點是 其實201516年那個時候YouTube還沒有升行 所以其實對有寶妮這種思維來說 它是一個機會 但我相信在一個東西還沒有成熟之前 就像可能現在我們看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我們反而會覺得說哇這個東西到底行不行 所以它雖然是一個找鳥的優惠契機 但它可能也會是一個大家非常恐懼的點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寶妮 它就是反正先做了再說 然後後面 後面就是你一旦做了那就開始慢慢的 有很多的新的機會出現 那另外我之前觀察過一個數據 就是好像做YouTube你要至少 我記得好像是六十幾集 才可能會有大概忘記 就是10萬個view什麼之類的 可能初期很多的小新頻道可能會是這樣子 真的所以對你來說可能真的是天賦異稟 我覺得就是運氣好 因為這種事情真的叫天時地利人和 真的很酷 你看像最近反正我很閒 他們就是最近很紅 但他們其實也是經歷了很長一段 就是都沒有什麼人看的事情 然後就一支影片就中了 然後我就紅了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考機運的 對 可是就是前面也不能說 因為一直沒有流量 然後就放棄住它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續 持之以恨 對 可能短期沒有那種 好像積累的效果 對啊 所以你如果抱持著 我要紅的心態去做這件事情 你會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初期加入YouTube的人 大多數真的都是自嗨 就是我自己做爽的 沒有人在意我有沒有人看 然後終於就有一次就剛好就中了 我覺得很多初期的YouTuber起來是這個樣子 哇 所以其實 因為之前我碰到過很多想要做這個的朋友 或者是年輕人 那他們一開始會做很多分析 對 就是去想說 什麼樣的主題比較有人看 然後可能哪些年齡層 市場的分析等等的 所以其實這樣從 從您剛的分享來看 其實自嗨就是你要先可以娛樂自己 對 說服自己 你享受這個做的過程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反而先不要去想太多 到底別人喜歡看什麼 因為其實 對 其實講 說真的說到底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歡的話 你也很難做出別人喜歡的東西 對啊 或者是你 就是一昧的想要去做出 很多人會想看的東西 但是你在做那個過程中 你是沒有那個靈魂在的 你自己也會很痛苦啊 對啊 這個很棒的一個點啊 我比較理想主義一點 但是我相信還是有一個 就是必勝的公式 就是YouTube發展至今 應該一定是有一個就是 掌握 對 掌握那個流量密碼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但是我自己比較不鼓勵這麼做 我覺得其實好像每一個產業都是這樣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比較理想主義者 是想要真的做好的事情 但同時也會有人因為有利可圖 然後會去做很多可能會 反正看起來比較現實面的東西啦 那我也希望藉由今天 保妮在今天待會兒 還有很多的分享東西 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YouTube不一定 大家就是要很那個樣子 就是為了 因為比較多划中虛種的案例啦 那也會可能很多家長會覺得說 你要做YouTuber 不要這樣子做啊 就是不要扭曲你自己等等的 其實各位家長不要擔心 你可以像保妮這樣做自己 你看我做的內容 人畜無害 還是可以有人看啦 就是迪士尼公主 對啊 可以 所以呢 為什麼你會特別喜歡迪士尼公主這個系列 從小就這樣嗎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特別喜歡迪士尼公主 我是迪士尼都蠻喜歡的 但是剛好可能迪士尼公主剛好是我這個世代 我這樣算千禧世代嘛 就是9090左右 1990左右出生的人 可能在這個年代出生的人 對於公主系列會印象特別深刻 因為公主系列是在這系列崛起的 這時期是崛起的 然後我那時候會做公主是因為 我記得那時候是因為無敵破壞王2 你有看過嗎 我看過 就內部就集結全部的公主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不然 我在這部電影上映之前 做個邁向無敵破壞王2好了 然後我就開始一一講解這個公主 然後就真的也是自嗨製作 就是我沒有在想說一定要很多人看 所以你花很多時間去研究每一個公主的背景 對我就覺得研究的那個過程 我學到很多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很受啟發 因為其實迪士尼動畫他們製作的過程是 就是是很有趣的 他們有很多腦力激盪的過程 然後你會知道說原來以前的動畫 那個什麼曬陸陸怎麼畫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蠻有趣的 哇真的 這個我推薦大家好好去看一下這一集 叫做邁向破壞王2 邁向無敵破壞王2 OK 哇很棒 感謝保留的分享 我們趕快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OK 歡迎回到 夢想實驗室 今天非常榮幸 而且開心邀請到寶妮 所以剛剛寶妮提到 他其實是對整個迪士尼的所有系列 都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只是可能剛好在這個世代 那公主是變成最盛行的一個東西 那也要特別提到一下 我的女兒是非常喜歡公主系列 就是一樣的東西 他就是有一個公主在上面 當然他沒有錢的概念 可是他就是十倍的開銷以上 對 所以也 送水費 真的 寶妮對每一個公主進行的 真的是地毯式的身家調查 歡迎大家再去看一看 整個系列的這個影片 那我要讓我女兒好好看一看 因為他真的會問很多非常 讓我很困擾的問題 比如說我就要吃晚餐 你要吃飯等等 他會說那公主有吃這麼多嗎 我很難跟他講公主到底吃幾碗 那或者是他晚上就是要換睡衣了 那他可能因為他們親身都是要穿 就是公主的那種衣服 那種dress OK 好可愛喔 對就是澎澎裙啊 然後就是反正一整套的藍色的 然後也有像Snow White 他們有自己的那種就是特殊的顏色嘛 你就知道他是誰這樣 那睡覺就要偷下來 我就會說公主一樣要穿睡衣睡覺 但他打死不換 他說我又沒看過 公主一定是穿這樣睡覺 有啦 你去找那個Cinderella 他前面有穿他穿睡衣的那個樣子 我只害怕他們又要找同款睡衣 還真的有賣喔 真的喔 可以 因為我之前有去那個香港迪士尼 真的是 後面又多買了兩個行李箱 你看那個米奇的帝國多邪惡 賣他們這系列IP賣得多好 導致後面我也開始投資迪士尼了 真的喔 寶寧應該也是迪士尼的股東吧 是的 我也是 最近很慘呢 最近全部都慘了 沒關係 可以 好 所以呢 我們回歸正題一下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聊篇 聊到公主上面去了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所有人都看到YouTube這個流量 可以帶來很多的收入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 可能真的大家比較熟知的這些YouTuber 真的可能看起來收入都很高啦 然後或是他們展現出來的樣子 就是好像非常棒 那導致很多年輕人也會開始去思考說 誒 那反正我書沒有念好啊 或者是就不用照爸媽那樣講啊 然後也可以開始去做YouTube 也可以變得很有錢 那也因為這樣子 其實現在可以看到它的市場是非常激烈的 對 就是一片紅海 對 就是大家每天會被一大堆不一樣的素材去收割注意力 所以其實也想問一下寶妮 就您覺得對你來說 當然我知道你不是為了充流量要去做內容 但是對你來說 你覺得你現在還是有一定非常蠻棒的流量 對你而言 你可能是做對了哪些事情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流量相對還好的YouTuber了 OK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流量跟以前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以前是一個YouTube剛開始的年代 然後在那個年代是你隨便可能拿隻相機 拍我今天吃什麼 或是我開箱什麼操商的食物 都可以很多人看 但是已經不是這樣的年代了 因為加入看YouTube的群眾越來越多 然後我覺得現在內容 你必須要有很強烈的企圖心 就是你一定要娛樂度很高 或是你有很強烈的利他性 就是你的影片是有實用性的 然後大家是可以帶走一些東西的 才有可能維持出一定的流量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比較需要去兼顧 就是知識的那個萃取 有沒有足夠的 就是可以讓觀眾可以帶走一些東西 像我以前可能在做影片的時候 我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我爽 我出發一些我對這部電影的想法 但是現在我可能會多做一點 更多的功課 去讓觀眾覺得說 我今天這篇影片 影評是有參考價值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看影評是 想要知道說 這個電影值不值得去看 所以我可能會加入更多這樣子的東西 或者是我會加入更多的 幕後的知識的一些探討 哇 OK 所以它變成是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類似 教學相長的過程 對 如果你做知識型內容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是這個樣子 或是你看志祺奇奇 一座新聞懶人包那種的 那你如果不是知識型的話 你就是娛樂度要超級高 就是大家會覺得你一片超級好看 超級有趣 因為現在的內容都已經完全精緻化了 你看現在的YouTube的東西 譬如說木曜寺啊 他們都已經做到是電視節目的一個規模了 就是現在觀眾是很貪心的 真的 你隨便架一個相機在那邊拍 大家是不想看的 就是胃口被養大了 對 哇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對你來說 當然會有一些壓力 但是我相信 從你的分享的看 你是把它轉成 轉換成一種 也讓你可以去做更多功課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就是當學習啦 對 我覺得我以前可能做YouTube 是真的很像是完全是興趣 我現在是認真有把它當成是一個工作 一個是我的職業了 OK 對 所以你現在在整個題材上面的分享 會從可能影評之外 有慢慢拓展到其他鱗魚嗎 其實講難聽點就是要懂得蹭話題 沒有 我以前看電影 我就是只去做我想要看的內容 但是現在我會去看Netflix前十名 有哪些東西 那個第一名我就去看一下 對 你最近是金魚那個 那個以前絕對不是我會去看的去 但是我想說必須要做一下 這個必須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口味是怎樣這樣子 所以其實雖然說你的標籤有一個是宅 對啊 但你就是屬於那一種宅在家裡也知道天下事 其實現在網路世代就是這樣子啊 對耶 就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宅這個事情 以前覺得宅就是好像你不跟外界聯絡 但真的它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其實宅 我覺得以前大家真的會把宅或是很內向害羞 當成是一個很負面的事情 譬如說我小時候也會覺得說 好像我很害羞就是 就是好像第一人一劫 因為大家這世界好像為外向人建造的 好像你外向你活潑你很會社交是有優勢 但是我覺得現在 討人喜歡這樣 對 現在相對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資訊就是流動的非常非常快嘛 然後加上像譬如說YouTuber這個職業 其實蠻多是需要內向人去撐起來的 對 因為你需要很多深層的 跟自己的一些對話跟工作 其實真的是長大之後才會知道 內向人是有內向人的優勢的 譬如說我們可能比較懂得內心啊 消化一些資料什麼之類的 哇 這真的是很大的優勢 對 因為其實現在這種時代 就像你講的 因為大家可以很容易找到資訊 外向人反而很容易多說多做多錯 尤其是外向人比較傾向 是馬上對於外界來的資訊 做出很快的反應這樣 對 但可能有時候也不一定不經大腦 對啊 不一定不一定 我覺得是各有各的優勢 哇 真的欸 所以其實現在 就從您的這個轉變來看的話 就是以前真的只是會單純的 做自己這樣分享的 流感的 但真的現在可能看起來 當然大家會覺得就是好像 要開始要為了觀眾去做一些內容 可是其實我的視角反而是 也是觀眾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 去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嘗試自己可能本來不會看的 像金魚那個 對 這種題材 對 你現在是最新這一集是金魚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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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就是跳出 本來自己想做的東西 開始做一些可能 你從大眾的視角去看的 你有什麼 驚喜的發現 或者是有什麼新的感覺出現嗎 這個過程當中 蛤 我新的感覺喔 新的感覺一定會有 我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幫助你 更好的跟這個世界接軌 對的一個管道 然後可能真的就是跟你的觀眾 也會更加的親密 因為像我可能以前做的東西 就是可能會比較取高和寡一點嘛 就是我 就是完全是我自己在自函 然後我的觀眾 雖然可能會喜歡看我的內容 寶妮給大家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視野 就大家會覺得說 可能你到最後就是必須要討好觀眾 我覺得其實事情不是長這個樣子的 而是真的是觀眾拓展我們的視野 那可以開始減少我們所有的預設立場 像寶妮剛剛提到 一開始會覺得 欸 取高好吧 那我覺得好就是好 這個可能是沒有流量 這個是我們自己 從我們自己認知下來的判斷 那因為這樣子 其實我在上一集是自勝導演 他就講到說 其實身為影視工作者 不管是在媒體圈也好 YouTube也好 他說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持好奇心 那代表說我們對這個世界是開放的 不會去先判斷事情好壞 所以呢 我很開心就是寶妮剛剛的分享 也讓大家知道說 真的保持好奇 然後不要先預設立場 然後不要去妄加評斷 這是可能你要開始做出好內容 然後跟世界接軌的這個第一步 OK 那也想再去問一下 就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 對 那你有沒有碰到過什麼 酸民或者是評論 一定有的啊 你通常怎麼回應 就是你的心情大概長什麼 然後會怎麼回應 我覺得沒有人喜歡被罵 就雖然你知道酸民 就真的只是酸民 但是就真的沒有人喜歡被罵 你看到還是會覺得 眼睛蠻不舒服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是傾向不去回覆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就是喜歡 想要求關注 他們就想要知道你看到了 然後你很不爽 OK 所以你還去回覆他們 就得到他們想要的 就是餵養他們 對 所以我就傾向是不去回覆他們 然後我現在是調整一個心態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那樣子的觀點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 就是很負面的抒發 那為什麼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是不是很幸運的一個人 我會在這個一個同情的角度 去看他們 對 這是很棒的視角 對啊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從 你看一開始從那種對立 然後他激怒了你 不要被激怒 你反而用這一種愛 關懷同情的方式去看見他們 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我有時候還是會被激怒 我有時候看到一些 真的好笑的留言 我會把它置頂 那大家一起來看 真的 我算是對網友蠻不友善的KOL 就我覺得大家都EQ超級好 有些人會EQ很好的回覆他們 就是好生好氣跟他們講話 那我就真的做不到 我要本來就是不回 要本來就是置頂他 可以很好 這再次的提醒我 今天千萬不要惹到寶妮 沒有啦 還好 OK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今天是非常開心 邀請到女神寶妮來到現場 OK 所以剛剛提到很多 就是寶妮她整個在製作 她YouTube頻道 應該是這樣 經營她YouTube頻道過程當中 其實也經歷了很多轉變 還有心態上面的轉變 包含她也分享了 大家在面對酸民的時候 你怎麼從負面的心態 可能變成是 不要說包容 但至少可以同情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受了什麼創傷之類的 我們很幸運不用擁有這樣的態度去面對這個世界 OK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過程當中得到很多啟發 那剛剛提到 其實寶妮有一個標籤就是宅 然後之前看過一些相關的可能採訪 其實你是自取為有所謂的社交恐懼症的 對耶 對就是我看應該是GQ上面的 對 您曾經是有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YouTube也好 或現在在看比較多流量 有流量的人 好像都是很熱鬧的畫面 那對於一個宅 或者是對一個可能有社交恐懼症的人來說 它是蠻違和的 對 但是還是很開心 就是你可以代表這個族群 然後做到現在這樣的一個成就好 你有沒有什麼要跟這個人群特別去講一下 社恐的人 對 其實我覺得社交恐懼症的事情到近期 好像漸漸的就是擴大到一個 我很難想像的一個族群 因為我覺得社交這件事情 可能在網路世代 因為大家可能已經很習慣傳訊息 或是什麼就是沒有要見面的那一種 甚至大家可能現在連講電話 都是有壓力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很多人 都是有潛在的社交恐懼這件事情 怎麼一講好像我也有 對不對 就是很討厭那個電話打開 就是很不想把它接起來 但我覺得可能講恐懼有點太嚴重 應該是大家都漸漸的 越來越不習慣社交這件事情 然後對於社交會有一點小抗拒 就是即時的 對 對 像我近幾年我就開始覺得說 其實我不是有社交恐懼症 我只是沒有很喜歡社交 就是你把我放在人群中 我不會很恐慌 我不至於那個樣子 OK 然後我也可以很正常的 跟陌生人談吐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覺得就是 大家也不一定要先 急著幫自己貼社交恐懼的標籤 你那標籤貼上去之後 你真的會越來越抗拒這件事情 強化 對 然後我現在是調整心態到 我有個on和off的一個模式 就是我不會對於自己抗拒這件事 社交這件事情感到就是跟自己過不去 像我以前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會 就是那麼多新朋友可以去認識你 為什麼要就是封閉自我 我會有點 會否定自己這樣 對 我會有點自責 因為你看人家外向的人多厲害 就是去個場合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 我以前會有很多這樣 就是這樣 自我評端 對 譴責自己的聲音在腦海中 那我現在就比較不會這個樣子 我現在就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想要社交 我可以開啟那個開關去社交 那我今天如果不想要 我就是關起來 OK 然後我覺得我身邊的人也蠻可以理解 我的模式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其實反而是年紀越大 大家對於就是色孔這件事情 是越來越有包容度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 對 對 就是你可能今天到一個場合 然後很多很多人 你可能就是會有那種 夠了今天夠了我想要回家了 你就是會有那個模式 一開始一定是這樣 出現 對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苛責自己 不愛社交這件事情 哇 真的 因為其實像 比如說我們看 電視或電影方面那一種 金鐘獎金馬獎 就是大家會是好像 坐在那個上面的觀眾席 然後就一兩個人講話這樣 可是我們如果看到像YouTube的那個獎項 就是一樣聚會 它就是會很熱鬧 對 所以我相信可能對 大家對YouTuber來說 會覺得說其實好像真的 更應該要有這樣的特質 才可以去從事這樣的工作 那我希望藉由保妮的分享 大家可以先不要有這個涉嫌 不過我發現這個是有機可循 就其實你在可能本來評斷 這個影片好 或這個題材會有人喜歡 沒有人喜歡 到你慢慢去接受到大眾 你那個Top10 Netflix是什麼 就是開始去慢慢接受 然後跨入輸出圈 到你之前可能會給自己貼 社交控制標籤 慢慢把它拿掉 然後直到是用一個on-off概念 我覺得好像這一切都是相扶相承的 我在逐漸進化的一個過程 對啊 就是感覺有機客群 對真的 所以我現在新的世代 真的剛剛保安講的很有道理 我們越來越習慣不要及時回復 對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來 我要先想一想 然後我再好好的知道怎麼回答你 然後再慢慢打字打過去 它就不會是一個電話來 然後你問我什麼問題 然後我要馬上回答 真的好像大家已經慢慢失去了 那種面對面交通的能力 面對面交流的能力 哇這個是 不評斷 我是覺得沒有一定不好啦 但大家就是可能 會比較常幫自己貼社孔標籤這樣子 真的 真的我覺得我還比較幸運 因為我可以真的不用接電話 就是我都是委託身邊的人去 幫我接電話 我以為是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境界了 沒有就是沒有人要打電話給我的境界 所以其實在現在好像 我們看YouTube的他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嘛 那就導致說他的 應該講流量上面的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其實有另外一個 很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事情 就是倖存者偏差 對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像保尼這樣子啊 九九妹這些好像很頂尖的這些YouTuber 很成功啊 然後生活過得還不錯啊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可是不要忘記他背後有很多的經營在後面啊 然後有很多人是可能還沒有成果 那甚至很多人就是中途放棄啊 失敗的 對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的過程非常不容易 那就會導致在成功之後 會有很多人反而會可能迷失 就覺得 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我發達了有沒有 就開始迷失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保尼 在這個成名之後 呃 這個生活啊 還有可能心態上面的變化 你有什麼感覺嗎 我前陣子剛好有做一支影片 就是在講網紅杯歌 然後我就採訪了身邊的很多的YouTuber朋友 然後邀請大家來聊聊這件事情 哇喔 對然後我覺得可能最大最大的影響是 真的會開始那個真正的自己 和你目前的自己會逐漸模糊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螢幕前絕對是呈現出 自己最美好的一個樣子 然後觀眾看到也是可能 就是那個面向的我們 然後可能久了之後 我們會真的越來越分不清楚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對我們會覺得說 那我今天是不是有負面的情緒 就是很不好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帶給觀眾 我就是真正好的東西 對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長期 一直在內耗的一個過程 因為YouTube是一個輸出 一直在輸出 就是我們是要一直產出的 那像我自己可能 我覺得不只是我啦 我就身邊我很多YouTuber朋友 很常聽到一個情況是說 他們會覺得 今天這個東西沒辦法拍成影片 它就是沒有價值的一個行動 就說我今天出去玩 我一定要拍影片 沒有拍影片 我今天出來玩就是不值得 我覺得很多很多人會有這樣的心態 像我自己也是 我可能在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今天這部電影有人看嗎 票房好嗎 它有話題性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要看這部電影嗎 就完全失去我剛開始喜歡看電影的 這個初衷了 哇 但是大家想要看的是 喜歡看電影的這個 你很熱情在分享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本末導致的結果 然後我覺得成名造成的影響反而相對還好 對 反而是壓力越大 對 我覺得成名這件事情是還好 我覺得大家都能享受成名這件事情 它沒有什麼不好 真的對我來說還蠻好的 像我自己就是很宅又很被動 所以我去一些社交場合 就會覺得我要自我介紹壓力很大 但是現在是我去哪裡 大家都知道 寶妮 我就覺得很好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壓力比較大 就是YouTuber發展到一個程度 就成熟的一個YouTuber 很容易面對的是一個工作上給自己的壓力 我覺得比較是這部分 哇 我覺得剛剛聽到有史以來成名最好玩的好處 就是終於可以不用自我介紹了 我很討厭自我介紹 我現在很開心就去哪裡 大家都認識我 來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過年啊 或者是新的場合 你不想再自我介紹 有一個方法 想辦法成名吧 對 所以其實剛剛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慢慢可能越做越久了 你會分不清楚目前幕後的自己 然後你也不知道觀眾喜歡的是真正的你 還是目前的你 那如果你做自己的話 觀眾會不會喜歡 再來就是你要不斷的輸出內好 那甚至到最後可能會有一點點算是職業病 對 你開始用流量密碼的視角去看待 生活上的每一個事情 那反而會失去感受生活能力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蠻 我其實聽起來蠻可怕的 對啊 因為我們在看YouTube的時候會覺得 哇就是他真的把 好像是把生活的感受 渲染到極致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生活方式 可是現在我們又發現 當這些一直在呈現給我們的人 他們慢慢失去生活的能力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突 所以寶妮對你來說像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你沒有辦法好好看一部電影的時候 那你是怎麼解決這種困擾 我覺得我很長一段時間真的就是完全不看電影 我覺得說好最近看電影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不享受 那我就不要再去繃緊自己了 我就開始轉移注意力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我應該是2020那段時間嘛 就整個狀況很不好 我沒有辦法看電影 就是我看電影是完全無法專心的 我會滿腦子在想說他能不能拍成影片 或什麼幹嘛之類的 我無法投入在那個情境裡面 所以我就變成說我就暫時先不去看他們了 我就培養了一個心情 心興趣就是打電動 所以我就轉換自己轉換一下心境 就是跳脫出現有的那個狂狂 去嘗試別的事情 我覺得它是一個就是修復自我的一個過程 這個聽起來很棒 因為也是你把可能剛剛你在提到宅 還有內外像這件事情 你慢慢的用on off的心態去取代 所謂的自我貶地自我譴責 那其實現在也是你在可能面對電影 面對應該講YouTuber職業病這件事情上面 也是一個on off的轉換心態 所以我相信這個電動應該如果是用這個角度去打 應該會打得蠻好的 你跟Yoyo都是誰贏 當然是他贏 我以前是個完全不打電動人 我對電動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真的是因為前陣子職業倦怠的關係 才去培養了這個心的興趣 然後發現其實也蠻好玩的 蠻有成就感的 真的是沒有什麼絕對的好事或壞事 你覺得他是職業病 職業病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開放你打電動的技能 因為我自己也是不打電動的人 真的喔 可是至少目前我沒有什麼職業倦怠 我就是看到電動還是不會想打 希望哪一天不要是因為職業倦怠的關係 讓我想打電動 你都沒有職業倦怠過很厲害欸 以前有啊 但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創業之後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好不容易可以做的 對啊 所以真的這個現在 如果大家開始有職業倦怠 沒有說一定要打電動 做你平常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對 但真的可以趁著 反正你都不想做 你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去做那些可能真的沒有做過事情 說不定會有看到新的世界 那我們也期待大家可以在 寶寧現在玩什麼電動 說不定大家可以在上面遇到你 我最近在玩隻狼 那個PS4上面的遊戲 是不是可以連線的關係 它好像不行連線欸 就是自己 自己玩的 好可以反正 我也有玩傳說對決了啦 傳說對決可以連線 我完全不懂 你不懂 隻狼是嗎 隻狼跟傳說對決 好大家 傳說對決會遇到我 好可以 可以那歡迎遊戲公司找寶寧代言 那也歡迎大家去寶寧的頻道 問一下他的ID是什麼 OK好 我們先到這邊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非常開心今天邀請到寶寧 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其實剛剛談到非常非常多 很有趣的東西 不然寶寧 他在職業券帶來的同時 開發了遊戲的新技能 大家還是一樣 去他的頻道上面 問一下他的ID是什麼 可以跟寶寧一起打電動 OK好 那其實現在我比較好奇的反而是 寶寧其實在YouTube的 這個經營上面 有了一定的成就了 當然我知道你 你會跟我講說你還需要更好 Anyway 就是當他已經到了相對 比較穩定的這個時期 那我一直在提到 就是我們的每一個人 就是人生都是投資組合 對吧我們要可能 有人會希望要五指登科 妻子啊孩子啊 鷹子啊房子車子等等的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像寶妮對你來說 除了現在可以把YouTube做好 之外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會 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你會想要花時間去經營的 電動也先刪掉 為什麼 電動可以 好電動也放進來 我想要正常傳說 那不行了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電動屬於可能休閒方面 了解了解了解 這題我覺得真的很難 我有認真想過 OK 對 那我覺得真的要講話 可能是以前我會把工作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重 我可能會覺得工作就是8 其他是2 甚至工作是9 其他是1 因為我可能真的蠻喜歡我在做的事情的 然後我也有就是我剛跟你講的情況是 可能是我會覺得說什麼東西都必須要可以拍成影片 我才想要去做 以前會比較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型態 但是youtuber的工作就是一個要不斷的output 然後我就發現說其實input也很重要 然後input可能是來自於生活的各個地方 像我剛剛講打電動 或者是我可以單純的只是享受一部電影 而不是有壓力的覺得說我要把它寫成文章拍成影片 或者是跟朋友聚會 跟家人在一起 或者就是從事一些休閒娛樂 其實我以前是比較不會去想這些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就是我好像全部的東西 都要把它轉換成內容產出它才有價值 但我最近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以前可能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是1 然後現在工作都是9 然後我現在可能變成一半一半 我會覺得說input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那我今天可能看個書 我不是為了要把它拍成影片 我今天看部電影不是為了把它拍成影片 然後我今天跟朋友相處 我沒有要把它拍成vlog 我覺得這個過程input的過程也很重要 所以我現在可能把input放成是5 然後工作也是5這樣 然後其實這個5 所以乍看跟工作沒有關係 那它是我創作的養分 真的 就是你開始慢慢的要覺得要好好的去享受生活 對 這件事情 所以那在你生活當中 通常現在可能有家人 原生家庭的家人 有男朋友 對吧 那可能還有你接下來的目標 還有健康當然也很重要 你覺得目前它你花費的這些時間的比重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工作好像還是花很多時間 工作一定是花很多時間 但是我比較沒有把工作看得那麼重了 我會覺得說 那些工作以外的時間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OK 對 所以反而就是用不是 不是用工作的心態在工作 對 我用不是工作的心態在工作 OK 所以這樣聽起來就感覺變得非常健康 對 OK好 可能會有人想要問寶妮大概什麼時候結婚 但是我就不問了 我自己到一個地方就不問他 OK 那你覺得對於你的頻道 你覺得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目標 或是你個人的目標 對啊 我自己個人呢 因為我最近養了一隻狗 然後我今年有一個小目標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比我還要紅 我希望我也可以靠我的狗兒子過火 所以我未來可能會經營我的狗狗的頻道 然後狗狗的社群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做下來 電影內容的商模還是比較受限一點 它很難轉換成錢 然後我就覺得說可能寶物這部分是一個 我想要努力的市場 這場我又很愛動物 所以這是我今年想要去做一點功課 去研究的事情 哇真的 流量密碼你掌握了兩個 一個是Beauty就是你 另外一個就是Beauty就是那個狗 Beauty 所以我相信回歸到迪士尼這樣會很好 你幫我想到我頻道的名字 直接有版權問題 可以可以 我說兩塊錢就可以了 OK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邀請到寶妮來到我們的這個夢想實驗室 分享她的故事 然後我們一起跟著她 經歷她的世界她的歷程 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樣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從寶妮的故事我們知道 人生不是一定要成為某一些樣子 她才叫做成功 不一定要外向 才是同人喜歡 我們可以很內向 很享受生活 然後也幫助到很多人 OK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因為寶妮現在的這個分享 開始勇敢的做自己 那也重新去定義你自己心目中的成功 還有朝著你想成為的那個目標去前進 OK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重溫今天的精彩內容 可以到我們的Podcast各大平台去搜尋 深V一口氣進行互動 讓我們知道你想聽誰的故事 OK 那待會也請繼續鎖定 POP國際線歐美航班 下週六下午4點我們就空中再會了 再次謝謝寶妮 謝謝 謝謝